第二七题,二七题二十八题是体主,我们人类可以利用氧化还原的方法,从化物里面把元素置换出来,但是这还不是点石成金,直到1980年,格伦西奥多西伯格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完成实验,成功地将数千密原子转换为晶原子,此实验以核能原理做基础,能从B元素中移除中子与子子。 然而这个造金方法太过昂贵,无法用于商业量产,但是它的实验结果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点石成金。 第二七题问,假设西伯格成功制造出6000个金原子,请问他成功得到几公克的金? 我们晓得呢,一莫就是6乘以10的23次方个,一莫的质量就等于其原子量或分子量,所以现在有6000个,一莫是6乘以10的23次方个,我们教过的公式,各数除以6乘以10的23次方就是有多少莫。 那一莫的质量就是它的原子量或分子量,那么金的原子量197,所以这么多莫去乘百197就有这么多的功课,那么这个是6000,那么这也会去掉一个6乘以10的24次方,变成10的24次方,变成10的,那分之一呢就会变成10的-24次方,所以197乘以10的-24次方,也就是1.97乘以10的-18次方。 所以第二期题问我们说,它成功得到了几公克的金,我们答案选的是珠,1.97乘以10的-18次方克。